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代希腊雕塑 那么古代希腊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样一个人体艺术 并且达到了一个在人体艺术上的一个顶缝时期 好 那么古代希腊之后呢 最后古希腊文明呢是被古罗马文明所取代 那么古罗马文明呢 它也创造或者说它继承了希腊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些 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的思想 但是呢它是一个继承和发展 它没有说创新出古罗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形式 后来呢到了古罗马末期 结果呢当时的贵族们就是上流社会 包括国王 包括贵族们 那么他们的生活就过得非常的奢侈和奢靡 可以说古罗马创造了一个很伟大的帝国 但是呢他们把这些财富呢用来吃喝享乐 然后当时的贵族过着什么样的奢靡生活呢 他为了极尽享受他的这样一个在吃的 或者说在这个味觉上的这样的一个享受的这个过程 然后他就会吃很多的做得很美味的这样一些食物 结果呢但是人吃到一定程度就吃不下去了 对吧 结果呢他就让他的仆人给他吃一种药 他就开始吐 然后吐了以后接着吃 所以大家发现其实这个过程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对于吃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享受的过程 好 实际上是有一点放纵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对吧 但是呢当时上流社会的贵族们呢 过着这样的生活 可是呢当时的中下低层的百姓 他们很多人甚至会被饿死 他们都没有吃的 所以也没有人为穷人来说话 穷人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可怜贫困非常的艰难 好在这个情况下 有一个人就站出来为穷人说话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其实我们看啊 古罗马的这个政权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如果再持续下去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说创立了 在这个时候创立他的基督教的话 那么再持续下去 古罗马政权一定会被平民百姓的 暴动和政变所取代 但是呢耶稣基督这时候站出来 然后他为 可以说他的基督教呢 为穷人呢 找到了一个安稳的这样的一个 精神和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气息所 而且呢耶稣基督当时呢 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当时呢他带着他的门徒 然后走到 就在路边 然后走到一朵百合花的面前 然后耶稣基督说 所罗门王所有的财富加起来 都比不上这一朵百合花的美丽 大家就仔细去看一下这句话 那么既然钱财 你拥有了更再多的财富和钱财物质 你就甚至比不上一朵花朵的 自然的生命的绽放 那我们看什么是生命当中 更重要的东西呢 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呢 当时呢就一下子吸引了很多的信徒 然后从平民百姓 甚至后来到了中产阶级 包括一些有钱人 也开始信仰耶稣基督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 有钱人如果死后想进入天堂 那么他们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当时的有钱人 他们获得巨大的财富 其实通常呢 都不一定是很正当的手段 比方说通过战争 霸权 掠夺 然后或者说生意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欺诈 或者说是等等 或者利用的权势 这样得来的这样的一些财富 巨大财富 所以当时呢 中产阶级以上的这样一些 很有钱的这样的一些人呢 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这句话以后 也开始恐慌了 所以相当于他们拥有这样巨大的 这个不义之财的这样状况下 他们内心里的这种金钱的罪恶感 被勾出来了 所以这样呢 他们呢也担心自己死后 会不会生不了天堂 然后他们就也开始跟随耶稣基督 这样呢 耶稣基督跟随他的这个队伍 就不断不断的壮大 最后呢 实际上呢 已经开始威胁到古罗马政权了 但是呢 在之前呢 古罗马的 包括从国王到他们这个统治阶级呢 他们对于耶稣基督 或者说对于基督教的所有的信徒 全部是赶尽杀绝 所有的就要被 所有信仰的人就要被抓起来 所以人们只是在一个地下信仰的状态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但是后来呢 看到因为信仰的人越来越多 信徒越来越多 后来多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当时的国王 君士坦丁的妈妈 都开始信仰基督教 那么君士坦丁不可能把他妈妈拿去杀了 所以这样呢 他就开始 这样后来就耍了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 政治的手腕 也就是如果我不能够 如果我与你为敌 我不能够降服于你 那么干脆我与你为友 我承认你的合法地位 那么这样呢 君士坦丁就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也就是我收编你 我承认你的正式地位 然后让你来为我所用 所以这样呢 古代古罗马就开始了一个 政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 这样一个治理的状态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基督教呢 实际上在他最开始的时候 是非常好的 然后帮助了穷人 然后给到人们精神安慰 但是呢 他在成为国教以后呢 实际上也成为一个统治阶级的一种武器 然后成为了一种工具 或者说 然后来继续他的政权的统治 所以这样呢 欧洲呢 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 长达一千年的叫做中世纪的 这样的一个时期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讲到的 但是呢 中世纪呢 因为他漫长的达到了一千年 他前后有一千年时间 那么这一千年当中 所有的人就只能够信仰基督教 所以说在艺术史上还有一个名字 把它叫做Dark Age 也就是黑暗的中世纪 因为这一千年当中 人们唯一能信仰的只有基督教 还有在这一千年当中 所有的人 到他一辈子从出生到死亡 他能够读的唯一一本书 也是基督教 所以包括他从出生 然后到结婚 到他死亡 全部都和基督教有关 都要在基督教的教堂 或者说在牧师的这样的一个神父的指引之下 那么出生要受洗礼 结婚要在教堂 然后最后他去世以后 要由牧师主持仪式 他才能够下葬 所以人的一生全部和宗教有关 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信仰神 信仰耶稣基督 所以这样他对人的压抑和禁锢又非常的大 所以在一千年当中 这个基督教可以说 其实也违背了他最初的这样一个初衷 但是我们看到 在黑暗的中世纪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露出了一线曙光 那么这一线曙光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人们所有的信仰 所有的热情 所有的艺术创作都只能围绕着宗教 所以这样呢 我们说宗教唯一的一个 他们必须去的场所就是大教堂 所以人们把所有的热情都用来建造教堂 那么这样呢 在中世纪就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教堂建筑艺术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中世纪的这个课程上 我们会提到的一个它最辉煌最伟大的一个建筑形式 就是哥特式建筑 好这里我们看到 中世纪呢 从公元五世纪末一直到十五世纪中叶 那么十五世纪中叶之后呢 就迎来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 所以说在这黑暗的一千年当中 大家看到 那么恩格斯是这样说的 他说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 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 而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 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 好这个掌握在僧侣手中 也就是掌握在基督教的掌权者手中 那么教皇 主教 牧师 神父 只有他们是可以是实字的人 他们读得懂圣经 所以说他们掌握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 那么一般的老百姓都不实字 甚至连圣经都读不懂 那么他周末的时候呢 就要去到教堂 听这些牧师神父们讲解基督教教义 从而来信仰基督教 而且呢 在周末如果说不去教堂 做祷告 做弥撒 实际上就被会认为是亵渎神灵 是不对的 然后甚至会被当作异教徒 是这样子来看待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中世纪的这一千年当中 对人的压抑和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特别基督教们讲究的是禁欲 那么过去所有的欲望的表达 包括在古代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哲学 文学艺术 包括我们上堂课所看到的 那么漂亮的辉煌的这样一些人体艺术作品 全部被销毁 然后全部要打入地下 要么就埋入地下 要么就打碎 要么就被烧掉 所以这样呢 是一个从某种角度来说 就是黑暗的中世纪 它是一个倒退 所以在艺术上 在哲学上 在文学上 全部都是倒退 但是呢 在教堂的建筑方面 却取得了非常非常辉煌的 这样的一个成果 好 下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 在艺术史上 我们如果说谈到中世纪 我们大概分四个阶段 从基督教美术 到拜占庭美术 罗马史 然后再到哥特史 所以它其实也是 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 好 为了看一下 关于哥特式 这个建筑的特点 那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拜占庭和罗马史 我们比较的看一下 好 然后我们先看一个 关于拜占庭艺术的 最典型的 好 这就是 在现在的 圣索菲亚大教堂 在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好 我们看啊 这个教堂呢 其实最早建的时候 它其实是基督教堂 是因为当时的 十字军东征 然后他们将基督教 传播到更远 更广的地方 然后这样呢 他们就在伊斯坦布尔 建了 圣索菲亚大教堂 但是呢 如果我们现在去 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清真室 因为现在的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他们信仰的是 以伊斯兰教为主的 所以现在改变成了 清真室 但是最初 它其实是基督教堂 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 好 拜占庭教堂呢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 也比较有名 很典型 好 这里我们会看到 有典型的穹顶 大家看到 半圆的穹顶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整体建筑的 它的占地面积 也很庞大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拜占庭建筑 它也叫圣索菲亚大教堂 可是呢 它是在现在的 中国的哈尔滨 然后这个呢 是属于东正教的一个教堂 在现在的东正教 但是这个教堂呢 其实早年呢 是由俄国人建造的 是由俄国人建造的 好 我们看到 它非常典型的是什么 洋葱头的顶 洋葱头的顶 这也是很典型的 拜占庭建筑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关于罗马市 罗马市最著名的 其实就是 比萨教堂建筑群 但是比萨教堂建筑群呢 大家更有名的 就只知道比萨斜塔 比萨斜塔 其实是这个 主建筑群里面 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因为这个斜塔的原因呢 就是它因为倾斜 而没有倒 所以说呢 就它会 这个斜塔 比它前面的主教堂 还要有名 是这个原因啊 好 那么比萨教堂建筑群呢 其实呢 是最典型的 罗马市 大家看一下罗马市 其实呢 罗马市相比于 拜占庭市 它没有那么的有特色 我们看罗马市 然后它的线条 比较硬直 比较硬直 然后呢 如果从空中俯瞰的话 它的教堂 通常会成为一个 它的顶会成为 一个十字形 成为一个十字形 然后呢 会显得比较 比较这个 比较沉闷 或者说神秘 而严肃的 这样的一个罗马市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 给大家看 关于哥特市 那么给大家看 哥特市的 这几个图片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可以思考一下 一个呢 哥特建筑 和比较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的 拜占庭和罗马市 它有怎样的外形特点 因为哥特市的外形 非常典型 非常有特色 然后在看到 这样的外形的时候 我们再留意一下 看到这个外形 给你怎样的感受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在第一次课 在第一个单元讲 走进课堂之前的时候 我们会强调 每一个艺术作品 每一个视觉的形象 当它放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定会 对它有感觉 所以这里我们就留意一下 这个形状 给你怎样的感受呢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最著名 或者说最典型的 哥特市教堂 巴黎圣母院 已经和前面的罗马市 和拜占庭市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好 我先放这几个图片 我先不讲它的特点 让大家静静地体会 和感受一下它们的特点 好 这也是巴黎圣母院 这是侧面 侧影的巴黎圣母院 和俯饰的巴黎圣母院 这个是俯饰的 好 我们先静静地观赏一下 好 下面再给大家看一下 另外几个典型的 哥特教堂 法国韩斯祖教堂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夏特赫祖教堂 我们看一下 这个外形更有特色 我们看到的夏特赫祖教堂 从前面 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 它高耸的 这样的一个外形特点 好 我们也看到 韩斯祖教堂 是不是每一个 它的形状 大家看到 每一个从门到窗 然后到它的装饰 每一个都是尖耸向上的 它全部是尖声往上 好 夏宗大教堂 俯饰的夏宗大教堂 然后我们看夏宗大教堂的真南面 很雄伟 看上去非常宏伟的感觉 好 这都是非常典型的 歌特式建筑 好 下面给大家看到的是 科隆大教堂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科隆大教堂的几个细节 好 我们看这一张 我们看这一张 从这个细节来看 我们会发现 科隆大教堂 似乎没有前面的教堂那么白 对不对 我们会发现 哇 这上面怎么黑 这个黑色的被烟熏一样的 这个黑色特别明显 好 这里我要提及一下是 因为它其实最开始建的时候 不可能有这么黑 它最开始建的时候 也是白色的石头的 但是因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在二战期间 它被炮火 消烟 给熏黑了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佩服的是 德国人他非常客观的 或者说尊重这个历史 那么他并没有说花尽心思的去 要把这个墙面洗白 我相信德国人如果想起的话 他可以有技术去达到 可是呢 这就是历史在科隆大教堂身上 留下的印记 这就是历史的过程 所以说呢 就让他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德国人这样一个客观的 保留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其实是 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好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一下 他的其他细节 好 我们看到那个顶上的装饰 顶上的装饰 好 很繁复 非常非常的精美的 这样一些装饰细节 好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 巴黎圣母院的内井 巴黎圣母院的内井 那么刚才看到的 全部是教堂的外观 然后我们看内井 它的内部是 它不会分得一层一层 它是进去以后 全部一直到底 然后我们看到人 人可以坐在下面 祷告呀 弥撒呀 等等 我们会看到 人坐在下面的时候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 如果说在这个内井 因为这里有椅子 你自己甚至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坐在这个位置 你的感受如何 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之下 然后我们会看到它的颜色 内部教堂的这样的一个光线 造成的这样一个色彩感觉 然后如果你坐在这里 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好 然后也可以留意一下 它的内部的这样的一些 教堂的这种天顶啊 然后窗户啊等等 这样一些装饰线条 或者说它形成的 这样一些结构的 这样一个特点 好 我先不具体讲 大家先看 先自己总结 感受一下 好 这张呢 是科隆大教堂的内井 科隆大教堂的内井 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 好 这张图片 其实清晰度非常好 清晰度是很好的 然后我们会看到 这里面形成了非常多的线条 大家看一下 不管是墙底 然后墙面 侧面 柱子等等 它有很多的线条结构 我们留意一下 它给你的感受 好 先留意一下 好 还是回到 刚才的那个问题 好 看了 哥特式教堂的 这样的一些图里以后 这个图片以后 我们再看 哥特式建筑 相比较拜占庭和罗马市 你觉得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刚才在给大家看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提到了一些 一个最明显的外形特点是什么 它是不是显得非常的高耸 对吧 你会觉得它很高 它不像我们前面看到的 拜占庭的原顶 拜占庭那个建筑 其实面积也很大 可是它是穹顶 是原顶 好 我们看 在高度上创造了许多崭新的记录 外形具有强烈的向上的动势 好 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建得这么高 为什么搞得这么高松 好 这里呢 我们就会提到一个 在圣经中 其实有一个叫做巴别塔的故事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了解 那么过去 我们在课堂上提到的时候呢 其实有个别同学是知道的 好 什么是巴别塔的故事 我们先看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是波鲁盖尔 他是尼德兰的这样的一个画家 赫兰的相当于 相当于现在在赫兰地区 这个画家 波鲁盖尔所画的这样一个 巴别塔的故事 巴别塔的故事呢 在圣经当中是这样说的 他说过去呢 世界上所有的人们呢 都只说一种语言 好 人们呢 也过着很幸福的生活 因为他们都信仰了基督教 好 结果呢 后来有一天呢 我们说幸福的日子过长了 是不是有点无聊啊 然后他们就想 那我们总是说 人死后会进入天堂 然后神也在天上 耶稣基督也在天上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天上 看一看他们呢 我们看一看天堂是什么样子 当然天堂很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想 建一个高高的塔吧 然后甚至可以打到天堂上面 我们真的去看一看 好 他们大家都觉得 这个主意很好 然后大家呢 就一起想建一个 叫做通天堂 然后这个通天堂 也叫做巴别塔 也叫巴别塔 好 结果呢 见到一半的时候 上帝知道了 上帝就很生气 他说 这是我居住的地方 而且你们要行善事 你是好人 你才能来天堂 对不对 你怎么能随便一个人 你就能到天堂来看一看呢 结果呢 上帝呢 就耍了一个计谋 然后因为当时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 结果呢 上帝就使了一个神法 然后呢 就让当时的人们 建造塔的人 就开始讲不同的语言 结果因为讲不同的语言 所以他们无法沟通 这样呢 就没有办法齐心协力 所以说建造这个通天堂的 这个事情呢 就这样子就失败了 好 所以说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通天堂呢 其实没有完全建成 对吧 没有完全建成 后来就中断了 好 所以说呢 其实呢 我们看很有意思的是 上帝不允许大家 建造通天堂 不允许大家 去到天堂 去看看神的居所 可是呢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却一直在建 人们就把 哥特式教堂 就模仿着 这个像通天堂一样 就把它越建越高 越建越高 实际上呢 是一个 当时的人们 一个内心里 一个高处往上的 这样一个精神的 这样的一个象征 实际上是 好 关于通天堂呢 实际上呢 后来呢 在前几年 还有一部电影 布拉皮特和凯特 布兰切特 然后呢 由他 由他们来主演的 然后这个影片呢 在2006年上演啊 然后这个影片呢 其实呢 为什么要用巴别塔 它其实讲的 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说 上帝史人们 讲了不同的语言 所以人们无法沟通 因为无法沟通 所以说呢 就造成了很多 人际交往的困难 所以呢 这部影片呢 就也用了 这样的一个名字 好 那么回到我们的 关于哥特寺教堂的特点 我们说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高度上的 这样一个向上 但是呢 我这里想提一下 如果说我们仅仅只看到 这个建筑的外形的 这个向上 那么但是我们会 再延伸一下 看一下 它其实和西方文化 和西方所追 所追寻的 这样一种西方精神 其实很相像 也就是一个 往上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包括在西方的 很多文学呀 艺术啊 甚至在舞蹈 比方说 西方我们说 它最古典的一个舞蹈 是什么 是不是芭蕾舞啊 芭蕾舞剧 好 那么在芭蕾舞里面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舞者 是不是他的很多形态 都是动作往上的 就是往上的 特别是手的那个动作 往上 然后呢 甚至呢 觉得即使手往上都不够 甚至还要踮起脚尖 大家会看到 在芭蕾舞里面 有一个非常高难的动作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 它这个向上的趋势 实际上呢 在整个西方文化 和精神里面 都有体现 好 那么呢 其实有时候 我想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像欧美人走路 有些欧美人 就是他的身体姿态 当他走路的时候 是不是非常精神的 那种一弹一跳的 甚至就是 就是昂首挺胸 非常挺拔的一种 身形姿态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亚洲人 然后特别是到日本和韩国 然后其实包括中国人也是 我们是比较讲究 这种含蓄和泪敛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 特别是包括在日本 韩国 很多我们是见面的时候 他比较擅长的是什么 我们他甚至会鞠躬 对不对 然后会 会有一次 那个身体是往下弯的 这样一个动作 好 刚才甚至提到的芭蕾舞剧 好芭蕾舞剧 那我们说中国在传统的这个剧目里头 我们说金剧是不是很有名呢 在我们的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化里面 好 但我们看一下 如果练金剧的话 金剧里面的很多动作 它其实不是往上的 它是一个往下的一个动作 包括你如果练金剧 然后练那个功夫的时候 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功 是不是就是扎马步啊 就是往下 就是你下盘要稳 好 如果从建筑的角度来说 我们说戈特斯建筑是一个高耸往上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故宫的建筑 我们的故宫 你要是俯瞰 你看一下 它四平八稳 它扎根于大地 它绝对不是一个往上的趋势 而是一个稳稳的在地面的 这样一个扎根于土地的 根基很牢靠的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会看到东西方文化 这个高耸的向上 不仅仅只是它的外形 它甚至在东西方文化的这个差异上 也可以体现出来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高耸向上的外形 绝对不是偶然的发生 所以它整个是西方文化文明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延续 所以它才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外形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在讲戈特斯建筑的 这样的一个外形的时候 我们说它最典型的是高度 它的高度创造了很多的这种崭新记录 好 那么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会从外面走入 哥特教堂的内部 我们看看它的内部结构 有怎样的特点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